还记得前不久,某古装拍摄现场让人揪心的一幕吗? 一名演员从马背上硬生生地被扔到水泥地上,看着都疼。 这样的场景对武行演员来说并不陌生。 在上世纪60到80年代的中国香港,甚至有人挑衅着谁做谁死的动作。 钱佳乐回忆道,那一批中国功夫影人决心去吃最多的苦,受最重的伤,展现最好的动作,让全世界看到最好的动作电影。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,龙虎武师。 龙虎武师是香港功夫武侠片造就的特殊工种,是一直被打败,从未被打死的一群人。 他们在电影里作为主人公的陪衬或者是替身出现,并亲自上阵完成所有危险动作。 香港功夫武侠片发展的几十年里,衍生出了大大小小不少武术班底,成龙、红金宝、袁和平、刘家良等武打明星和武术指导。 在电影界立足后,慢慢拉入一些弟子入行,大家一起问时,成家班、红家班、袁家班等。 其掌门人都是北派出身,武打功底严惩于舞台,善于腿功,刘家班则是南派出身,以拳法见长。 功夫电影最鼎盛的时候,大量寒门弟子,头身武师行当,替身、特技、龙套,虽然辛苦,所得也颇为可观。 刘家班成员雄心心回忆称,他1987年去香港当武行,一月收入可达8000多元。 是之前他在内地做武术教练工资的150多倍,当时一个月的收入相当于内地十来年的收入了。 但随高薪而来的危险,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 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,当年刘家班的班花,慧英红回忆起动作戏拍摄现场仍心有余悸, 所有的武师都会碰到伤痛的问题。 画面上一秒钟,我们可能要拍十几遍,功夫演员的成绩都是用健康换来的。 拍《八宝骑兵》时,演员被要求从十几层高的楼往下升降。 慧英红亲自上任,电影《八宝骑兵》片段,慧英红记得。 那时保险公司不愿意给武师们投保,因为我们做的都是高危险的动作呀。 保险公司认为我们不是长期的合作伙伴,后来才慢慢买得到,但是价格会特别高。 那些年,《龙虎武师》就是用博命精神赢得了世界的尊重,也拼出了香港动作片的黄金时代。 如今,不少我们熟知的武打明星也是武行出身,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,香港的动作片有最好的创意,最顶峰的难度动作。 红金宝回忆,那个时代,武行最蓬勃的时候,我们是在真正的本事上见功夫。 当时国外电影人去探班,会对香港武行说,这样你们也敢做吗? 这个动作,谁做谁死啊? 特技人从来不会说不行。 武术指导,演员熊欣欣的话,展现出了那个年代武行人拿命拼的精神。 几代动作特技演员就靠这样硬碰硬,一拳一脚,将中国电影打到好莱坞。 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默默无闻。 成龙在微博悼念两位近期先后离世的成家班成员。 一位是成家班第二代成员杨生,另一位是成家班第四代成员布兰德利。 他们的名字大家并不熟悉,但他们贡献过的特技场面却是经典。 在这些武师的讲述中,香港功夫片中一个个高难度镜头的拍摄过程逐渐被还原。 当武行人们从高楼的玻璃窗中破窗出来的时候,还必须被挡住的木板或者被大树挂一下才落地。 钉子扎进武行的脚底,为了保证镜头一条过,得咬着牙完成。 被对手打到身体的不同部位该有怎样的反应? 一个个细节,足以见证香港电影工作者对镜头精益求精。 也见证了龙虎武师付出的心血。 而今天,于晴要讲的是哑巴腿王,这个比拳王周比利还厉害的男人。 一件黑白格子衫,加一条浅灰背带裤,个头不高,看上去也不起眼, 却凭借伶俐的腿弓,一脚接一脚踢在成龙身上,将他们打得毫无招架之力。 听到这里,大家脑海中一定浮现出他的面孔了吧? 对,就是《警察故事2》中,那个用一句阿巴阿巴洗脑了无数观众, 还将成龙按在地上摩擦的小眼巴。 今天,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扮演者,黎强泉。 黎强泉1954年冬天出生于香港,17岁开始学习武术, 因为精通跆拳道、咏春、空手道、拳击、泰拳等多种功夫, 又因为那时香港动作电影《风头无两》, 功夫强悍的黎强泉选择进入演艺圈, 并在1979年成功进入《强者如云》的成家班, 成为成家班的第二代弟子。 不过当时武打演员的数量不计其数, 黎强泉虽然身手矫健,武功高强, 但是身高不达标,长相也不出众, 所以只能在成龙、红金宝等人的电影中跑龙套。 龙少爷中,站在火星后面,拿着一根小木棍的小弟。 A计划中,毫无存在感的一名小水警, 失地触马中,压送犯人却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官兵。 黎强泉出演的角色纷繁复杂, 中间接拳,却无不都是些插科打混的背景人物。 不仅在电影中没有什么镜头, 武打实力也是毫无展示的空间。 直到1998年, 成龙筹备700多万拍摄警察故事续集, 黎强泉才有了一个出头的机会。 那时,成龙喊他来演一个腿弓卓越的哑巴, 这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十分无害, 但发气狠来, 却能让成龙都犯触的角色。 电影播出的前半部分里, 黎强泉扮演的小哑巴一直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, 说话也只有阿巴阿巴这样的拟生词, 存在感十分薄弱。 直到最后, 工厂对决, 他狂虐成龙时, 才让观众对这个角色有了深刻的印象。 先是一包掌心雷, 打得大哥灰头土脸, 接着一场功夫PK, 让成龙晕头转向, 再加上一段快准狠的高空散联梯, 打得成龙没有一丝还手之力, 不得不借助一箱掌心雷来扭转局势, 反败为胜。 这可是整部电影最让观众热血沸腾的桥段, 也是影片中最为酣畅淋漓的一场武打戏。 为了这幕打戏, 黎强泉可谓是拿出了12万分的精神, 但是成功的道路上总是充满荆棘。 在拍摄这最后一场戏中的空中三连踢时, 成龙为了呈现出更好的武打镜头, 让黎强泉做到不借助道具完成动作。 而他虽然腿弓比同期武师出色不少, 但是这个对比身形和弹吊力要求极高的动作, 还是给黎强泉带来了不少难度。 短期之内, 他只能做到在空中连踢两次, 到了第三次, 总是还没出脚就已经落地, 如果没有道具的帮助, 动作难度简直是呈直线上升, 但是为了成龙40万的片酬奖励, 也是为了这来之不一的角色和出彩的镜头, 黎强泉依旧每天在家中的空地对着纸板练习, 终于能够在不借助外物的情况下完成三连踢, 这才有了影片中这个寂静四座的画面, 黎强泉的努力也没有白费, 凭借出众的演技和帅气的颓发, 他成功将小雅把这个反派形象留在了观众心中, 特别是那句贯穿全场的魔性台词, 阿爸阿爸, 不仅洗脑了所有电影观众, 还让黎强泉在香港演艺圈备受关注, 获得了许多主演和武术指导的机会, 虽然影片大都没有什么成绩, 但在这样高强度的输出下, 黎强泉还是产出了几部拿得出手的作品, 就拿红金宝指导的动作电影《快餐车》来讲, 他就做出了不少精妙绝伦的动作设计, 尤其是成龙、袁彪和对手打斗的戏份, 两人默契的武打动作和富有节奏感的镜头安排, 将演员的真功夫和武打戏的观赏性巧妙融于一体, 而之后,京剧武生大战西洋基建的搞笑场面, 更是让有板有眼的戏剧动作, 给打戏添上了一丝喜剧效果, 使镜头画面达到了一种诡异的平衡, 如果不是有着黎强泉丰富的武术经验支持, 也许很多镜头都达不到现在的高度, 而在此之后, 黎强泉还借着小哑巴的娱乐当了一回导演, 只不过去了马来西亚自导自演电影, 还前前后后在香港产出了许多影片, 但因为都是些成本很低, 质量不高的电影, 或者是像《青楼十二房》这样的三级片, 所以黎强泉不仅没有通过这些产品, 获得更多的片约, 还将小哑巴的娱乐消耗殆尽, 幸好他的武艺没有被戳磨, 借助成家班弟子的身份, 黎强泉还是在成龙主演的《醉拳2》, 和《霹雳火》中谋求到几个小角色, 只是又回到了刚入圈时做武师的状态, 也渐渐从荧幕中消失, 而他最后在荧幕上比较精彩的一次, 还是1996年, 陈勋奇指导的《运彩五福星》中, 他作为反派大佬的一位小弟, 和彭丹进行打斗时, 这一幕讲的是黎强泉被彭丹下手的果断吓到, 双手捂住胸口落荒而逃的行为, 全程虽没有一句台词, 却是对当年那个抢眼的哑巴最后的敬礼, 黎强泉虽然已经退出圈内好久了, 但是他所参演的电影大大小小加起来, 数量已经过百了, 可以说是在香港早期很多的电影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, 虽然都是配角, 但是他给观众留下的印象不可磨灭, 之后依旧在武行活跃, 还在2017年1月王牌对王牌中, 成家班兄弟40年聚首时, 出现在节目现场, 镜头里的黎强泉面容上已经没有了小哑巴的特征, 身体方面也比不上年轻时的短小惊悍, 但是身影中依旧能看出小哑巴的气场, 如今, 黎强泉已经67岁高龄, 早就退出了武打演员江湖的他, 不再出演危险的动作电影, 也不再为电影进行动作设计, 而是回归到自己的生活, 享受平淡的晚年时光, 只是在2021年上映的《龙虎舞诗》中, 将他们作为一名武师的生活, 实实在在地展现在荧幕之中, 通过影片, 仿佛还能看到当年那个, 不断练习空中三连梯, 演出时却只有一句阿巴阿巴台词的小哑巴, 小哑巴仙舞详织小哑巴脑的城市,